这是林林后消防英雄刘泽君 葬礼上感人至深的一幕 他一岁丧父 三岁丧母 却依旧将大爱撒向人间 今天就让我为大家讲述这个少年英雄的故事 2002年 刘泽君出生在山西方山县 出生没多久 父亲为了维持家里的生计 便外出打工 在他一岁那年 外出打工的父亲再也没有回来 母亲得知自己的丈夫在打工的时候被炸死之后 伤心欲绝 家庭的重担压到了母亲身上 一个仅有一岁的刘泽君 一个已经六岁 但有智力障碍的大儿子 为了养活孩子 母亲带着两个孩子改嫁 继父一家对两个孩子都不错 但不幸的是 在刘泽君三岁那年 母亲被查出了主腺癌 为了给母亲看病 继父一家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还欠下了一大堆的外债 但依旧没能挽回母亲的生命 就这样 年仅三岁的刘泽君 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 母亲去世后 继父再婚 他的哥哥被送回了亲生爷爷家生活 而刘泽君就跟着自己的继爷爷生活 继父则外出打工还债 因为家里很穷很穷 能穷到什么程度 刘泽君需要靠邻居的阶级 才能勉强地吃跑饭 衣服也都是穿的爷爷的 有时候 邻居或者其他好心人 也会捐衣服给他 就这样 他吃着百家饭 穿着百家衣 长到了五岁 因为继爷爷还有哮喘 怕照顾不好刘泽君 便准备送刘泽君去上学 于是在开学报名的时候 爷爷领着他来到了张家塔乡 寄宿小学 找到了校长高永红 希望能让刘泽君入学 爷爷说 这个孩子命苦该上学了 但是我没有能力供他上学 你能留他在这里读书吗 高校长听了刘泽君的情况之后 虽然刘泽君还没有达到入学年龄 但是依旧魄力收下了刘泽君 并且上学期间的所有费用 都有老师们承担 刘泽君似乎也能感受到 来自周围人的关爱 在学校学习期间 刘泽君的学习成绩 一直都非常的好 老师们也会格外的照顾他 那时候 学校有个一个鸡蛋二两肉的工程 每天都会给学生发个鸡蛋 刘泽君的老师 发现他快放假的时候 就会把学校发的鸡蛋 默默地放进书包里 自己不吃 于是就将这个情况 告诉给了高校长 高校长也很疑惑 便将刘泽君叫来询问 而刘泽君的回答 让校长几度哽咽 他不吃鸡蛋的原因 竟是为了拿回家给爷爷吃 从此以后 高校长嘱咐老师 多发给刘泽君一个鸡蛋 让他自己也能吃 小学毕业后 高校长为了能让刘泽君 顺利地入学初中 特意联系了初中的学校的校长 说明了刘泽君的情况 因此 刘泽君得以顺利地读完初中 他一直很感激高校长 也感激每一个 对他伸出援手的好心人 但是厄运再一次降临 在刘泽君读高一的时候 一直陪伴他的姬爷爷去世了 为了补贴家用 他选择了辍学打工 在这之前 他曾多次地向高校长 提出自己想出去打工挣钱 但都被高校长劝住 只是爷爷的离去 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 而这时候 高校长也调离了 原本的工作岗位 两人联系减少 等高校长得知 刘泽君的情况的时候 他已经辍学了 高校长不忍这个 原本可以有大作为的孩子 没了前途 便找到了刘泽君 建议他去参军 于是 在2019年 17岁的他成为了一名消防员 山西00后消防员 幼年丧父丧母 吃百家饭长大 尝遍人间心酸 却依旧心怀感恩 将大爱撒向人间 牺牲时 年仅20岁 2019年 刘泽君来到了杭州 并顺利通过了消防员的考核 进入到消防救援站工作 但是因为他身体素质不是很好 所以平时训练的时候 他的成绩总是垫底的 但是他每次都会拿出 12分努力来训练 再加上他又是队里年龄最小的 考虑到他的情况 领导便决定 让他负责队里的后勤保障工作 但是刘泽君并不想直干于后勤员 他想要和其他战友一样 也能冲在一线救人 所以 他多次找指导员申请转岗 指导员见他转岗的决心 非常坚定 便提出只要他下一次考核成绩 能够超过队里的平均水平 就答应给他转岗 刘泽君便拼了命锻炼自己的体能 因为他刚来的时候 身体有点虚胖 跑不动 所以训练的时候 他总是比别人多负重一点 别人空手跑步 他负重10公斤跑步 别人跑10拳 他就跑20拳 短短几个月 他肉眼可见地瘦了下来 同样体能也跟了上来 他终于如愿调岗 成为了一名奋战在一线的救火英雄 他开心极了 他将这个好消息 告诉给了刚刚联系上没多久的唐姐 唐姐一家都非常的开心 休假的时候 刘泽君会带一些东西 回唐姐家看望他 唐姐一家总是让他别往家里买东西了 照顾好自己就好 特别是经常要出警 一定要注意安全 刘泽君每次都是连连印象 下次休假探亲 依然会大包小包的往家里带东西 他会和唐姐一家坐在一起吃饭 自己的亲哥哥也在唐姐家生活的不错 虽然有支离障碍 但是勉强学了点手艺 也能算是养活自己 后来刘泽君还谈了个女朋友 两个人虽然是异点 但是彼此心心相惜 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可是意外还是出现了 2002年6月9日 杭州市林平区某建材城发生火灾 因为天气炎热 再加上又是建材城 所以火势蔓延得非常快 杭州消防支队接到报警之后 迅速派出了附近15个消防站 和两个专职消防队前往救援 出警的237名消防员中 就包括了刚刚20岁的刘泽君 在出警之前 刘泽君还在和自己异地恋的女友聊天 并告诉他自己要给他一个惊喜 而这个惊喜就是他自己 他请好了7月份的假期 准备去重庆见自己的女友 听到警铃后 他匆匆地留下一句出警 便离开了 到达现场之后 刘泽君英勇无畏 扛着水枪就冲到了最前面 一个多小时 大火终于得到了控制 但是还有好几名失联的群众 被困在了火场深处 要救人 必须有消防员深入其中进行搜救 刘泽君出来换了个呼吸瓶 转身又往回冲 指导员拦住他 想让他休息一下 毕竟不是铁打的身躯 但是刘泽君却说 现场正是需要人的时候 说吧 转身走进了火场 就在他走回火场没多久 突然间 轰的一声 现场发生了二次险情 刘泽君和自己的班长毛锦荣 身受重伤 被救出去的时候 呼吸已经十分的微弱 虽然紧急地送往了医院进行救治 但是医生到底没能从死神手里 将两人的生命夺回来 刘泽君和毛锦荣壮礼牺牲 刘泽君的生命 永远地定格在了二十岁 这是00后消防烈士刘泽君 骨灰安葬仪式的现场 唐姐哭道昏厨 侮辱杭州市民 拉着横胡为烈士送行 2022年6月13日上午 刘泽君的唐姐和哥哥 来到殡仪馆参加弟弟刘泽君的葬礼 唐姐失声捅呼 哥哥看着一动不动的弟弟 虽然不会表达 但是他也知道弟弟不在了 他使劲捶打自己的头部 以此来表达自己的难过 殡仪馆外面 站满了自发前来的群众 他们当中有些人是消防家属 有些人是住在附近的居民 他有被刘泽君救过的 葬礼结束之后 刘泽君的骨灰被送往了老家安葬 在回去的路上 街道上站满了前来送贤的群众 老家方山县的群众 也等候在路两边 迎接他们的英雄回家 在最后的这段路程里 腾姐几次想要再摸一摸弟弟的骨灰盒 而在刘泽君的墓碑前 也摆满了大家送来的鲜花 最令人动容的 就是那束由糖果包成的花 还有百只的西瓜 香蕉等等 刘泽君这短短的一生太苦了 希望这些糖果 能够让他在过奈何桥的时候 多些甜 看着他长大的高校长 在听闻刘泽君牺牲后 悲痛欲绝 从很远的地方 赶回来参加了他的骨灰安葬仪式 最后看了一眼 这个他心疼了很多年的孩子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是几度哽咽 他还珍藏着刘泽君 曾经在学校获得过的奖状 刘泽君从业三年之间 出勤三百多次 经他之手救出的群众 有三十多人 荣获救援二等奖 起身后 被追击一等功 今年四月二十七日 被追授杭州市中城卫士 不到十分钟的视频 就是刘泽君的一生 我们需要救火英雄 但我们更需要 救火英雄能够平安归来 就像刘泽君 女友最后的那句话 你是我的英雄 但我更希望你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